老师剪笔画 今天我来教大家画一个老师的剪笔画 首先画一个弧形的脸颊 然后在上面画出老师的头发跟耳朵 接着画出头顶的头发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画他的五官啦 画出他的嘴巴 眉毛 眼睛 接着画出他的脖子跟衣服的领子 顺着往下画一个弯曲的胳膊 对侧的胳膊也要画上 给衣服收口 接着我们给弯曲的胳膊上画一个书本 书本是有厚度的 接着上衣的下面画一个裙子 这是一位女老师 别忘了画老师的另外一只手 手上可以画一个叫棍 最后我们在后面画上黑板 黑板上可以画一些波浪表示板书 一个可爱的卡通老师就画好了